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1月20号 早上 我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中国男人 也包括亚裔男人 为什么在西方不如中国女人 也包括亚裔女人 受到西方异性的欢迎 其实这个只有两个原因 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我想的受欢迎是指这种自由的 互相两情相悦的欢迎 不包括老子有钱老子有受人欢迎 不包括这个 大家都知道 众所周知 中国有两大性交易市场 一个是零售市场 一个是批发市场 零售市场就是按次数 或者按天数来计价 一次多少钱 一天多少钱 另一个市场 按人来计价 一个人多少钱 像中国娶个老婆 花多少钱 这就是批发市场 这就是批发市场 中国男包括亚裔男 在西方社会 在美国 在找当地的西方女人 是比这个中国女在找 在美国在西方找这个西方男人 是要困难的 但是呢 这不是一道切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李小龙啊 周华健啊 是吧 还有这个疯狂英语的那个李扬啊 他们也是中国男啊 他们也找到这个西方女 是吧 少数是这样啊 大部分情况是中国男 我这里就不再提这个什么亚裔男啊 我就想说中国男好了 不怎么容易找到这个西方女啊 原因只有两个啊 原因只有两个 其实我讲的亚裔啊 还不是指这个 还不包含东南亚啊 只是指东亚 中日韩朝台 甚至包括一点越南 不包括其他的亚洲 因为我们知道亚洲文化 它没有统一的文化啊 东亚是儒家文化 然后呢 你到了东南亚 印度 那就不一样了啊 那就是伊斯兰文化啊 佛家文化啊 基督文化啊 等等都有啊 我说是儒家文化圈内的 东亚人啊 中国人的问题 只有两个原因让他们 不怎么容易找到 不怎么容易受这个西方女的欢迎 第一个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是 尺寸问题 尺寸问题 这个 中国男人啊 一般都比这个 一般啊 我真的说 只讲一般 比西方女人要小 小啊 从上帝造人开始啊 一般是男人比女人要大一点啊 高一点啊 雄壮一点 这样的话 女人呢也舒服 男人也舒服 是吧 感觉上也好一点啊 而且女人觉得这个男人高大威猛嘛 是吧 有安全感啊 之类的 所以呢 因为你尺寸就不行 不管是这个尺寸 还是那个尺寸 总之尺寸不行啊 这是个先天烈士 尺寸不行 其实还不算什么 因为李小龙尺寸也小 很瘦 很瘦小 这个还不是主要问题啊 这是问题之一 也是一个这个叫 低印象问题 就不好 问题之二来了 你尺寸不行 你性格上啊 你这个气场上也不行 中国人啊 东亚人 他受儒家文化影响 他内敛 他拘谨 他性格是内收的 他不像西方人那样奔放 这一点啊 中国人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 其实你是被摧残了 但中国人自己不觉得被摧残了 就好像以前女人都裹脚一样啊 裹脚就像吃吃饭一样正常 中国女人不觉得裹脚是被摧残的 就跟中国太监一样 小鸡鸡切了 他也不觉得是皇上把他摧残了啊 他反而觉得是 是一种恩宠 所以习惯啊 以及舆论呢很可怕 他会让你丧失辨别能力 中国人的人性普遍被压制 压抑 其实这一点啊 日本 目前中国还算是 人性释放了一点啊 你去日本旅游 你会看见日本人更拘谨 无形的这个道德压力啊 职场压力啊 从小是乖 要懂事 是不是啊 要注意场合 说话注意场合 行为注意场合 各种 各种约束啊 导致了亚裔人啊 亚裔男人啊 就没有西方男人那么 自由啊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状态 而且亚裔男普遍不好动 所以呢 集于这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你的先天的 形象外表 原因啊 第二个是你的精神气质上 就比西方男人要差 所以导致这个亚裔 东亚裔 在美国啊 在西方 不太受这个 女性欢迎 啊 所以呢 我听说有人啊 说哎呀 想获得这个西方国籍很容易啊 过去找个这个老婆不就可以了 嗯 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你的性格要 改成那种有气场啊 有气场 有感染力 你有某种闪光点 能让这个西方女人看你眼睛一亮 哎 这个亚裔不错哦 是我的类型啊 是我的一盘菜 哎那就可以啊 如果你继续是那种亚裔的那种 内敛 含蓄啊 没有用的没有 几乎没有哪个西方女人 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 他觉得你不够男 不够男 不够男 比女人还要女 这是不行的 啊 说到这里我也把孔老二 吊一顿啊 孔老二把中国人 摧残了几千年了 是吧 现在中国人还把它封为圣贤 剩谁个卵呢 一坨屎 一坨屎 好了 拜拜